据《纽约时报》9月21日报道 为了劝阻吴政客踏上艰险的走线之旅 拜登政府在哥伦比亚、哥斯大黎加、瓜德马拉三个拉丁美洲国家开设移民申请中心并打算扩大计划实施 目的在于将移民潮从边境地带往南疏散 不过该措施推出支出颇不顺利 预约面试的数量远远超过开放时段 公布应求导致线上系统经常当机 某些国家担心大批移民蜂拥而至可能导致该国边境瘫痪 因此对申请人数作出限制 连接哥伦比亚与巴拿马的达连爱口 是无证移民走线行程里地势最险恶路段 据统计今年8月9万1千个移民家庭因为非法入境而在美墨边境被捕 创下单月数量新高 哥伦比亚外交部次长科一表示 开设移民申请中心对于降低达连爱口人潮效果将非常有限 甚至毫无效果 美国官员说安全迁移倡议今年6月推出以来 共计收到大约4万件申请案 其中3600件获准进入美国 92岁的媒体大亨莫多克9月21日突发表声明 宣布将辞去新闻集团和福克斯公司董事长职位 未来他将担任这两家公司的荣誉董事长 其子拉克兰将接任新闻集团与福克斯公司董事长 并继续担任福克斯公司执行长 莫多克强调 这两家媒体公司目前的体制状况健全 他自己也很健康 他还表示回顾自己整个职业生涯 他每天都跟新闻及信念交战 今后也不会有所改变 但对他而言 转换不同角色的时候到了 2023年9月至10月 大量中国赴美国的B类签证 包括B1、B2签证 涵盖商务、旅游、探亲 访友四大类型面谈突然被取消 近期美驻上海领事馆更是宣布签证系统涌入大量申请 目前常规预约面谈 最早的预约也要到明年3月 至少等半年 而曾在5月初 美驻北京大使馆突然将长达两周的签证面试预约取消 近2万多人受影响 7月开始 北京、上海、广州三大领区的面谈预约已排到2023年年底 进入8月 正常预约排到明年 9月、10月的情况愈加恶劣 大量签证面谈突然被取消 对于B类签证面是频繁取消 美驻华大使馆给出的解释是技术问题 但并未详细说明 印度和加拿大的外交危机持续升级 印度外交部9月21日表示 由于运营原因 即日起印度签证服务将暂停 直至另行通知 此前 加拿大政府称 加方在追查印度政府特工与一名加拿大籍西克教人士遭枪杀之间的潜在联系 加方因此驱逐了一名印度高级外交官 印度指责加方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并驱逐了一名加拿大外交官作为报复 印度外交部20日向在加拿大的印度公民发出安全提示 呼吁在当地的印度公民注意人身安全